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4月3号星期三 日本的外来人口将超过总人口的10% 这样的话 日本可能会变成一个多种族的社会 这个是日经新闻说的 咱一定要贵日经新闻 我不敢瞎说 日经新闻说 日经新闻说 在日本的外国人口增加速度 超过了政府预测的速度 达到政府预测速度的1.5倍 所以按照这样的发展下去的话 可能很快日本就 据日本政府预测 原先认为在2067年的话 在日本的外来人口将超过总人口的10% 对不对 但是现在来讲 这个速度完完全全就是说失控了 以现在的外来人口增速 将只至于时间提前10年 到了2057年 如果再拿一点 就会到2050年 如果按照现在的加速度发展的话 那么外来人口超过10% 有可能就在2040年就能达到 那就十几年之后 很有可能就是现在的这帮年轻人 长大了 步入社会的时候 日本就变成一个多种族的 进入一个真正的多种族社会 日经新闻认为 日本需要利用这段时间 做一个充分的准备 因为你要为这个做准备 因为以前它是一个单一民族为主的 这么一个国家 以后可能变成一个多元的 这么多元文化 对不对 要加速完善公共机构的多语言应对体制 还有母语是外语的儿童的教育环境 那么他采访了一个来自印尼的 叫穆罕默德拉菲伊森 他24岁 2023年4月的时候 入职了亚马哈发动机公司 从事了汽车生产技术的开发工作 伊森毕业于万农理工学院研究生卷 但是印尼缺少有吸引力的工作 伊森现在月收入是25万日元左右 约合人民币1.19万元 但是已经比印尼多了好几倍 但是如果跟日本人比的话 是不行的 日本人找到都是廉价的动力 就别提了 反正博文章 他说他不太在意日元贬值 因为反正也不回去了 就要这样盖下去了 无所谓 反正正是花日元 无论如何 越南人增加最多 增加的数量是最多 但是比例最多的是印尼 印尼上一年的话 同期比上一年同期 增加了47% 今年 缅甸人增加了45% 尼泊尔人增加了24% 按比例 因为他本来人口基数不是很多 所以按比例来讲增加非常多 越南人是增加人数最多的 但是比例就没有那么多了 那么日本 日经新闻认为 其实还可以 大家不用太担心 有很多人很担心 可能也是集成师收听收听的总计 我也很替他们担心 就是日本 如果最后都变成了印尼人的日本 越南人的日本的话 日本还是不是日本 我也持怀疑态度 但是日经新闻首脑说 不用担心 因为经合组织的数据显示 在七国集团 就G7当中 这是世界最好的七个发达国家 他说除日本之外 其他国家的移民都占总人口的10%以上 这些都是依靠移民发展的国家 这些国家 发达国家普遍的一个问题 就是生不出孩子来 生不出孩子来 就大量的吸引这种移民进来 大家都都是如此 他说你看在加拿大和德国都是如此 德国以前也是一个 就是说日耳曼民族 单一种族为主的这么一个国家 但是德国回来从默克尔时代 那会来一口气就招了100万难民 反正德国现在难民特别多 说加拿大和德国政府正在推进共生政策 什么叫共生政策 就是要鼓励我们原来的白人 跟现在的少数族裔 有色族裔 要一起共生 这个国家是大家的 是我们要一起共享这个国家 共享这个社会 要改变 从思想上就要有所改变 日本也是如此 我原先以为 日本多招长什么中国人 韩国人 这样不太看得出来 其实种族还没有改变 结果招来的都是什么印尼人的 尼泊尔人的 缅甸人的 越南人的 那你看眼就知道不一样了 对不对 等于最后人种多变了 不过现在我不知道 他要不要招非洲 但是非洲 这有一个问题 你看我们往后说 你看加拿大 德国政府都在推进 共生动作 对吧 在美国对墨西哥边境 流露的移民 采取什么样的罪措 当然成了美国总统选举 一大重要点 就是美国现在不好说 因为今年选举 明年万一川普上来了之后 哪另外一回事 川普大开杀戒 对吧 你川大爷来了 对吧 所以 当然美国现在不好说 但是欧洲 欧洲目前在讨论干什么 欧洲的讨论如何减少意志阻拦 来自非洲的移民 你看这 要脸吧 欧洲特别喜欢什么 你知道吗 喜欢乌克兰的移民 因为都是白人 看不太出来 现在在想外面减少了 来自非洲的 这种东西 涉及到种族歧视的问题 对不对 你要移民 对不对 你怎么还能够对种族进行挑选 对不对 你这不都是属于法西斯的思维方式 对不对 我们要对欧洲进行批评 不过怎么知道 接着说 鉴于欧美各国的现状 所以日本也应该要做好一些准备 首先来讲就认为也没什么 你看他们移民都过了之后 还在发展 对吧 美国拜登这四年 近来的一千多万非法移民 美国现在需要联压劳动力 其实都一样 日本美国欧洲 不都是需要联压劳动力吗 为什么招这么多难民进来 就是需要联压劳动力 自己生不出孩子 没有办法 所以日本现在也是这样子 那么就应该学习欧美的情况 做一些准备 一个要通过多种语言发布信息 并且扩充咨询对应机制 目前日本的医疗金融等机构的外语窗口 往往以英文和中文为主 这个不行 像什么 我不知道印尼语 缅甸语 尼泊尔语 什么的 越南越多都可以加上 现在都有自己的语言 对不对 那么公共机构和企业 确保多语言翻译并不现实 就是说 弄这么多语言 不像现在来的哪儿人都有 对吧 那怎么办 就需要利用远程翻译和翻译机 翻译机就电脑AI翻译 远程翻译就打电话过去 来寻求一些翻译 那么以整个家族志在 就这种资国 生活在日本的外国人 十年内 已经翻了一辈了 就什么什么 他们还都带着老婆孩子一起过来的 还有小孩的 但是日本现在尚未建立起 接收外国儿童的这种体制 这个也要开始建立起来 它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招收大量的 就是说不会讲日语的外国儿童 也要对他们进行一些教育 日本政府在过去三十年间 不断的扩大 接收外国的联亚务务力 但由于对移民的警惕和恐惧 所以对定居和冗居的支持 是比较滞后的 当然这个东西 日本它这种排外性 还是非常强的 真的是非常强 日本有非常强的排外性 这两天听了几个 就是说日本的一些新鲜事 我就不多说了 因为好像涉及到别人 咱们不多说 咱们听完之后 日本就是非常的排外 然后日本2019年 创立了特定基础 在留资格 建立推进与外国人共生的这种体制 从2019年才算是正式开始 其实过去三十年 就不断的在接收外国人 因为现在都生不出孩子 但到2019年才真正的开始 要建立的推进与外国人共生 就是说我们要学会 在日本要跟外国人 跟其他种族 我们一起共同享有这个国家 享有这个社会 日本的明治大学教授 删写起造 他说 在日本政府的垂直分割文化之下 下面各省厅 没有改变的各自为政的状态 还是搞自己的 根本不听中央的 中央都说了 我们要大量引进外国力 劳动力 要学会跟他们一起共处 一起共生 他说你看 随着日本的人口在减少 日本没有办法 只能依靠外国人 但是政府一直以来 避免的去讨论 而且从来的就是说不讨论 知道吗 就是说从长期来看 想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因为他人多了 又有各种语言 各种人种的 对不对 你要做准备 但是日本政府对此 好像就视而不见 避而不谈 日本人他老是这样 只要他又不喜欢 他就不说 你说什么 他就不说 他就假装听不到 假装不理你 他就 你懂吗 日本人 他有这个特点 政府对这事 其实是反感的 是不喜欢 又担心老百姓会有一些怨言 所以政府就尽量的不提这事 只是在下面偷偷的去做 但是不做又不行 因为不做的话 这社会已经没办法去运转了 知道吗 反正我上次看他们就说 说未来几年差一千万劳动力 所以就是说 未来移民增长的速度 只能是一个加速度的在增加 是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的 就是原先认为 原先日本政府说 我们按照这个速度 我们到了2067年超过10% 就现在看起来 以目前这种加速度的话 很有可能到2040年 就要超过10% 所以 但不管怎么着 他们也承认一点 就是日本县政府 真的是拿不出任何 能够提高出生率的 根本性的政策 那怎么办 就生不出孩子来 死活生不出来 人越来越少 而且你看别的国家 都是最近几年 他刚刚出现出生率减少 他最少还有20年左右的时间 但日本不是 日本最近这二三十年 就一直都出这问题 所以到现在 就已经彻底不行了 那么现在预计 到适婚年龄人口 突然递减的2030年 就2030年的话 是适婚人口 不是出生人口 递减 也就是说 到了那一年的话 到了2030年的话 千不要说生了 你连就是说 结婚的人都不够了 你知道吗 所以状况 应将恶化 就这样下去的话 这个状况只会恶化 几十年了 拿不出任何的 能够提高出生率的 当然不能说没有政策 政策可能很多 但是最后 全都不管用 都没用 全部都没用 而且这么多年的没有用 几十年了 想不出办法来 所以如果按照这样下去的话 状况只会是加速恶化 会越来越恶化 然后你这边人的越来越少 那边就必须不得不再加速的 去大量的引进外国的联合劳劳力 这样子的话 我们认为很有可能 到2040年 日本就跟这些国家一样 全国10%的人都是 你要明白 就是说 他说的这10%你知道什么吗 是说我有10%的公民 或者说有绿卡持有者 他是在外国出生的 不仅仅是种族 你明白吗 你像美国 美国的话 他在算移民的时候 他不能够把那些 就是说祖孙三代 都在美国出生的这种非洲裔 当外国人 这个必须要当本国人的 你懂吗 因为有很多都是从美国建国时期抓过来的 对不对 那些只能算美国人 他当算10%的外国移民是什么 像我们这种 我们在中国出生的 我们不是在美国出生的 但是我们移民进来了 对不对 我们这种的话 是算在 就是说是外来人口 是外国出生的 你懂吗 但是如果是在美国出生的话 这是不能算的 所以日本说的 到了2040年也好 到了2050年也好 他的外来人口超过10%是什么 不是说那些 因为以前日本有很多韩国人留下来的后代 对不对 有很多中国留下来的后代也不少 对不对 像这些的话 实际上是不能够算是外来人口的 不算那10% 那10%是 这里边有10%的人口 是这些人本来就在外国出生 在外国接受了一些基础教育 然后来到日本 就这样子的人超过10% 那么你如果把所有的 其他的族裔种族都加在一起的话 那恐怕就更乱 更不好说 所以呢 不管怎么样 一个五颜六色的日本 好不好 跟美国一样 多种族吧 有它的好处 有它的问题 以前一直都说 美国是个大融融 就任何的种族 文化进来之后 都交融在一起 成为一个美国的种族 美国的文化 但是现实情况 美国最后是盘沙拉 你知道吗 苹果它还是苹果 梨它就是梨 我想到最后 真要有 就必须就是混血 混血再混血 但是混血这事 我估计前后需要500到1000年 这个真的不是个短时间能解决的问题 但是 算了 今天因为时间有限 我们就不探讨1000年之后的日本了 好不好 那个事呢 我就不想了 对不对 我估计我也100年我也活不了了 对不对 所以1000年之后的事呢 我就不想了 这个留给后来人吧 好不好 我们只说眼前 好吧 那眼前的话呢 这是不可能 这些人现在之后呢 不会很快就能融入日本的文化 日本的这个东西的 你明白我意思吗 所以 恐怕短期会有些问题 但长期的话 1000年之后呢 大家最后就种族大融合嘛 大家都乱成一锅粥了 对不对 那都无所谓了 但是短期呢 肯定会有一些问题 好吧 我们不知道日本将会怎么着 好吧 然后昨天我还看了一个 有一个在日本的一个小伙伴 他是一个 在日本好像做房地产相关的 录了一个视频 有一小伙伴给我发来 我看了看 他就说呢 日本最近呢 这个房价暴涨 然后这个 那不是好事吗 后来发现呢 也不是 因为如果你把这个房价 不是暴涨了之后吗 你把它房价换成美元的话呢 那基本上就就没涨 所以不是房价暴涨 是日元暴跌导致的 你懂吗 如果你是原先你拿 你在美国拿美元去只买房子 对不对 那他涨了这么一堆 你现在去买 发现价格是一样的 没有任何的变化 你懂吗 这个日本 它也是有一个 有一个问题 有一个问题 好吧 那这些先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